好了 不过首先我们大家看到的是 有迹象显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党内高层们一起聚集在北戴河休假 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的书记蔡奇还受习近平的委托 和57名包括人工智能芯片技术的专家在北戴河会面 中共内政外交经济面临多重危机 以及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对中共敏感技术投资之际 中共高层聚集在北戴河讨论哪些话题呢 此外 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的社长钟泽克二 引述一位中共党内消息人士指出 在江泽民去世 胡锦涛二十大被请出场之后 这是第一次所有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党内元老 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会议 那么全党元老消失的北戴河 其结果将会如何 完全缺乏制衡力量的极权治理模式 在中共麻烦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 要如何评估与管控其决策风险 习近平是否会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 再次出现不可挽回的误判呢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 黄介绍好 各位观众好 好 另一位在台北的台湾姓名两岸协会的理事长 黄青龙黄理事长 黄理事长欢迎您 主持人好 陈欣先生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北戴河碰上了洪灾 这个军队没有出动救灾 领导也没有出动慰问 这说明了军心是极端不稳 政情也极端不稳 您怎么观察今年的北戴河呢 陈破空先生 我想这个领导人没有慰问 倒不是因为说证据不稳 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十年形成的政治传统 因为以前李克强在位的时候 因为团派属于改革派 开明派 每到天灾人祸 他坚持去现场 尽管习近平不高兴 但是现在李克强和汪洋谈派被赶出去 赶出去的时候并不是说现在的总理李强不去 而是习近平不让他去 因为如果去的话 认为李强是出风头树立自己 那么习近平本身处于安全考虑 从来不去天灾人祸的现场 反正王沪宁已经告诉他一个塔尔西托原理 就是政府的公信已经上市 你去现场不现场都不会受到好评 所以并不是因为 另外军队呢 原来军队很象征性的抗洪旧战 现在军队主要是维稳 洪水来的时候军队不在 没有军队的影子 只是有一些摆台造假 但是洪水退了 军队却进场了 甚至有的地方还开出坦克 就说我们他们是维稳 只要有詹民在抱怨 在呼天降地 那么这个詹民就会成为政府的敌人 所以这样的情况看来 北戴河的确是麻烦不小 但是几乎所有的麻烦都是他们制造的 接下来我想请黄庆龙跟我们谈的是 这次的北戴河究竟谈哪些话题 我们知道现在中共内部可以说是面临的 这个内政外交经济的这个多重危机 您认为今年的北戴河 中共高层们聚集在一起会讨论哪些话题呢 黄庆龙 黄理事长 坦白说每年的北戴河 大家在关注的时候 也都只能从外围来做一个推测 因为它几乎是不会有任何的 这个直接的证实的消息 所以我们现在用过去的经验 或者说用一个常理来推测 首先现在看到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 刚刚陈破空先生讲到 现在是天灾人祸 但是我看这个天灾人祸 不会是习近平当局现在所关注的 现在关注的恐怕更多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怎么办 那么这一阵子以来 坏消息不断 出口是已经两位数的下跌 然后这个房地产的问题接连的爆雷 而且这一波的房地产看起来 它不是像一个个案 它是一个滚雪球式的 从恒大到碧桂园 那么这个全中国等于是最大的 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房地产企业 现在几乎都已经没有办法兑现 他们发行的债券 那么已经有人推测 尤其碧桂园的影响最大 因为它牵涉到的是它在几百个城市 然后它的行业往下拓展 相关联的产业可能都有几十个 牵涉到的是几千万人的就业的问题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投资集团 也受到房企的连累 像远良 像这个信托 那么中融信托 那么这个所谓的 其他的这些的企业 也就是说 现在会从房地产企业 蔓延到金融体系 那么这些问题 严格讲起来的话 当然跟习近平在任 这十多年来 政策上的反复 跟倒行逆施有关 那么另外就是说 所谓的像疫情之后 要向外开放市场 但是现在居然 今年第一季 那么到入境中国的旅客 相比疫情 相比前几年 居然只有10%左右 那么外来的投资 也下跌到剩下只有20% 所以光是经济的问题 我估计就大概在会议上 就可以谈非常久了 好的 感谢这个黄理事长的分析 要请教陈破空先生 究竟今年北戴河 他聚焦在哪些话题呢 除了刚刚提到天灾人祸 还有非常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 美中关系 会不会也是讨论的重点 还有人认为说 这个可能之前 我们大家很关注 那个秦刚事件 也会在北戴河进行讨论 并做出一个结论 您认为这个北戴河前夕爆发 我们知道这个秦刚 还有火箭军的事件 是不是会伤及习近平的权威 还有究竟北戴河会议当中 大家会聚焦在哪些重要的话题呢 陈破空先生 中共的北戴河会议 通常是两个星期 也就是说15天 那么到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 就可能是今天 之后就结束了 那么两个星期 它可以谈很多的话题 其中我认为就可以涉及到 秦刚的事情 火箭军的问题 还有中美关系 这个经济问题 甚至于呢 就是是否要攻打台湾 因为我们看到北戴河会议 正在开会的秦江结束的时候 中共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又罕见的到了俄罗斯访问 他4月份去了 现在8月份又去 去了之后 不仅要访问俄罗斯 还要访问白俄罗斯 看上去 是否要加强跟俄罗斯 白俄罗斯的关系 那么不排除 北戴河做出了某种决议 然后派李尚福去 加强这种关系 反正中美关系改善无望 而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围堵 中国的这个经济 也是直线的下滑 那么有可能形成一个 就是俄罗斯所说的轴心国 轴心国形成之后 说的少一点的 就是继续纯绑 去攻击乌克兰 或者是威胁台湾 说的重一点 就可能发动台海大战 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是一个话题 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秦江 秦江是肯定会 他的职务 三个职务会一撤到底 他的外交部长已经被撤了 中共一个人 中共的高层 一个人不出事 一出事 就是出事到底 不会在中途 所以他的国务委员 最快的话 是下个月双月八月份 就这个月八月底 开人大常委会的时候 就可能被撤出 外的话是明年三月份 人大正协开两会的时候 撤出 而他的中央委员职务 会在下次 也就是二中全国 或者三中全国的时候 被撤出 所以秦江的 习近平他分头处理了 先外交部长 然后国务委员 然后中央委员 主要是为了减少震动 因为秦江毕竟是他 亲自提拔的亲信人物 连升三级 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另外其他中美关系 经济全面的崩坏 刚才黄教士已经讲到了 我说这些麻烦权 是中共制造的 因为经济上 它是过去三年 清零三年 封城破坏 还有过去十年破坏 他以为既要这样 又要那样 要有引进外资 要搞反鉴定法 另外像这个 本来是一个洪水 和台风暴雨的问题 结果搞成了 就是人为了泄洪保雄安 而雄安是习近平 自己的创造 为了保一个 没有人烟的雄安 牺牲了百万人口的作争 都是自己造的 同样的道理 美国对他采取措施 也是自己造的 我就说这点的麻烦 真正的麻烦 自造的 实际上并没有外来 给他主动的麻烦 习近平当局的这种 倒行逆施 对内的加强镇压 对外的加强威胁 遭致了他全方位的危机 黄庆龙理事长 刚才陈破坏先生认为说 今年的北戴河 这个麻烦看起来特别多 而且这些麻烦 都是中共制造的 不小心怎么看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下一题想要聚焦 比较多在美中关系方面 刚刚谈了比较严重的 经济问题 蔡奇这次是受习近平之托 在北戴河和57名 包括人工智能 芯片技术在内 等等这些高科技的 专家们会面 令人想到说 美国总统拜登 其实日前就在 北戴河高层门聚会之际 是签署了一项 行政命令限制 中国敏感基础的投资 而且拜登总统 他还亲自以总统身份说 中共现在是一颗定时炸弹 习近平则是坏人 做坏事 这个不晓得您怎么观察 美国好像每次总是 选在这个北戴河的 这个时候 好像对中共来出重拳 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先回应一下 刚刚曾宫先谈到的 就是中共制造的这样子的 其实更直接的讲 应该说是习近平的 这种作俭制服 那么可以说 他从2012年上任之后 现在回过头来看 他一开始就是要打破两日十年 就是要追求这个永久执政 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在内部用整肃反贪的名义 那么一波接一波的这个政治的运动 那么在国外的部分 他也必须要建立一个 好像迎接所谓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来作为他内部 巩固权力的一个手段 战狼外交 那么等等的这一些措施都是 那么可以讲 今天这个中国所面临的 包括内部的 我们讲到说像房地产的问题 这当然跟他的政策有关 现在民营企业的 这个信心的这个轮上 当然也跟他的政策有关 那么国际上的对他的一个 这个所谓天下为中啊 这当然也跟他所树立出来 对全球的威胁 所带来的一个反击有关 所以的确是习近平是自己找的 好那讲到这个美国拜登政府 对习近平就对中国政府 对中国这两波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关键技术的制裁 非常非常的巧 因为去年也在北戴河期间 那么那个时候呢 是因为有一个所谓的 陪洛西访问台湾 那么老共呢搞了一个 这个围岛封岛演习 那么之后没多久啊 接下来那么这个 这个中国呢又一连串的取消了 美中的这个军事的沟通机制 暂停了五个美中的合作项目 而且呢 那么还在台湾海峡的周边 进行了这个导弹试射跟海空演习 那么结果没多久 我们就看到一样在八月份啊 那么拜登就签署这个晶片跟科学法案 那么接着呢 主要就是12号开始 美国宣布有四项技术出口的管制 那么另外呢 8月15号美国商务部就宣布啊 三奈米以下的半导体 EDA软件啊 就禁止出口啊 好 这一连串的刚好都发生在去年啊 不过呢 有人认为说啊 是不是冲着中共的二十大 因为二十大在十月召开 习近平为了通过他的这个第三个任期啊 我认为去年那个时间点 比较可能的反而是 跟佩洛西访问台湾 中国对中共解放军 对台湾的封岛演习啊 这个风波可能更加的 因为他触动了美国国会 给白宫 给国会更大的一个压力 那么至于今年的部分啊 应该讲说 我认为是从G7的这个东京会议之后啊 所形成的西方的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叫做去风险 那事实上呢 他们现在不再讲脱钩 不再讲Decuble 要去风险 但事实上去风险 针对的就是高科技的部分 也就是说在高科技的部分 是要跟中国脱钩的 那么因此呢 这个法令啊 在8月9号公布出来 我们看到包括在这个一些重要的这个半导体啊 那么这个量子技术啊 还有一个AI的这些发展 这都是掐准的这个所谓的跟国安有关的 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科技的发展有关的啊 就摆明了就是说 那么认为啊 的确就跟拜登说的啊 习近平啊 这个是一个 现在是个坏蛋 可能会做坏事 在碰到坏的情况底下 那么这个法案的目的 就是要不让你有机会 那么利用啊 美中之间的这个过去的合作的机制啊 来达到做坏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 应该说立场是很明显很清楚的 嗯好的 陈凤贤刚才这个黄庆龙理事长 他分析了这个连续两年啊 美邦好像都刚好恰巧在这个时间点上啊 对这个中共出招 不晓得你怎么看 另外就是 当然这次北戴河 大家不止这个外媒也在关注啊 包括日经亚洲的前分社社长钟泽克 他一直在观察着中共内部政治 他引述这个党内的消息人士指出 在这个江泽民去世 还有这个胡锦涛 大家知道这二十大被请出场之后啊 这次的北戴河是第一次 所有中共最具有影响力的党内元老 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 那么元老消失的北戴河 其结果将会如何 你想听听看陈破宫先生您的看法 对 首先呢我补充一下 刚才黄教授讲到 去年8月份呢提到 美国众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 所造成的风波和美国采取的措施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 美国总统拜登会在北戴河会议期间 采取动作呢 去年北戴河会议期间通过芯片法案 今年北戴河会议期间通过这个限制 美国资金投资中共的敏感领域的法案 行政命令 那就是因为北戴河会议啊 美国考量是中共权力斗争 有可能激化的会议 去年的北戴河会议围绕二十大前 最后一次北戴河会议肯定这个习派跟团派 还有习派跟政治老人之间有激烈的斗争 所以拜登那个时候出手呢 希望能够影响一下中共的政局 那么今年呢 尽管政治元老部参加了 但是北戴河会议仍然有可能把很多问题摊出来 这些问题任何摊出来都对习近平不利 习近平如果还有一点自知自明的话 是非常尴尬的 领导无方内政外交的一塌失败 一地鸡毛 而这个洪水啊 这个因为这个熊安的决策错误 导致这个洪水啊 人为的洪水淹了这么多的广大的地区 那回头来说 这个拜登出手是在这个时候 另外拜登呢 是应该很清楚 从去年到去年呢 中国的威胁 对台湾的威胁 对周边的威胁不是减轻了 而是加重了 所以去年呢 觉得是从产品技术设备上去围堵中共 现在觉得还不够 还要限制美国的资金前往中国 尤其拜登有足够的情报来源 支撑这一点 他知道情况非常危险 所以那一份他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不在乎习近平怎么反应 这次又说 他们遇到了麻烦 他们是定时大戴 他们经济遇到了问题 那么他们是一帮坏家伙 在出问题的时候 可能会干坏事 他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 是有所掌握情报来源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他觉得有必要采取补救措施 不仅要限制产品技术进入中国 还要限制资金进入中国 所以可以说 世界上说了一句话 拜登打响了外资撤离中国的第一枪 可以说起了个示范作用 其他的外资都不仅在撤离 而且马上进入了观望状态 这是要让中共在军事科技 和监控技术上被卡住 因为他用芯片 用这些东西 用外资发展什么呢 第一个对中国人民的监控 无所不在的监控 第二个就是对台湾 和周边国家的威胁 严重的威胁 所以拜登必须采取这个措施 而且说几乎是来不及了 必须堵住这样的漏洞 好的 也想继续请教黄青龙理事长 刚才我说日经亚洲 怎么分析这一次的北戴 他说这一次第一次 所有中共最具影响力的党类元老 全部都消失了的北戴河会议 那么这份日经亚洲的报导 还分析说 中共建立了习近平的极权统治 取代了之前的所谓 这个集体领导体制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纠正有问题的重大政策的唯一办法 就是习近平还要亲自承认他 这个并且责令改正 但此举也意味着最高领导人 是要承认自己的错误 这使其成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血项 日经亚洲分析 您认为失去制衡力量的中共 现在要如何管控 由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的决策风险呢 黄庆龙黄理事长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在习近平成功的在二十大 得到了他的第三个任期 那么特别重要的是在七常委当中 是清一色的习家军 那么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他已经没有元老的这样的一个制衡的力量 所以他并不是到现在到北戴河去 才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当然他这样的描述 如果来比较去年前年 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差异 但我刚讲到说 事实上这是在去年二十大之后 就已经产生了 那么你现在形成了一个定于一尊 那么有人说这个叫一人体制 我把它称为一尊体制 大家称习近平叫一尊 那么一尊体制的话 他不可能承认错误 他只会去碰到的这种问题的时候 要么就推给别人 要么就用靠他现在更激烈的一个控制的手段 来进行镇压 我们的确看到 像以现在这一次的东北跟华北的水灾来看的话 中共摆的还是这一套 完全是把所有灾民的情况置之不顾 这个领导人不去也就算了 这个所有灾民的诉求 那么事实上都没有被听到 到最后现在媒体天天在播的是 这个军人军队 这个武警怎么样去救灾的这些画面 好那在这样的一个 说我们讲到说一尊体制底下 这个犯错当然会发生 这个是人类历史上 历史上颠簇不破的一个道理 事实上习近平上任到现在 即使在他还没有能够七常委清一色的时代 他的很多的决策我们已经有看得出来 包括像熊安 这是一个非常有失败的一个政策 几乎可以预测所谓千年大计 是笑话一场 那么另外这个战场外交导致全世界对中国的一个抵制 那么还有三年的疫情 乃至于房地产还有教育产业 种种的所谓的新经济的这些措施 全部都错 那么这一人体制底下反映出来 就是说这个领导人第一个 他容易犯错而不会被纠错 特别是这个领导人 如果他的水平太低 他的眼界不够的话 那么就更容易犯错 但是偏偏在目前情况底下 他的内部已经没有一个 有足够的均衡抗衡的一个 或者说能够这个check and balance的 这样的一个力量出现 所以可以说这是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状况 也是一个悲剧 好的 感谢黄庆龙 黄理事长 我们很快来念一下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 然后再请教两位来宾 这位在推特上的网友叫赵峰 他说北戴河是非常误虚的会议 就好像拜登和特朗普一样 对立观点的人坐下来 亲平弃合地讨论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个机会 那么元老会拿出过去的学试 和经验提供一些指导和建议 这次北戴河会议将为目前的中美战争 指出方向为整垮美国 击败美国来制定中共一系列的策略 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 还有一个网友叫William 他说不是元老出局 以前还争论怎么样挽救共产党 现在船要沉了 毁天乏力说什么也没有用了 习近平倒是想要所有的人 和他一起共同承担责任 元老们谁会支持习近平 自从胡锦涛被嫁出会场之后 元老们就跟习近平划清界限了 亡党的历史最则要由习一个人来承担 网友XM徐他说 这些元老现在担心的是 自己的高干兵房和特权 家族的儿子的利益是最大恶极的 就是他们才是改革真正的绊脚石 现在的改革重点就是共产党高管的权力怎么应用 他们愿意放弃那些人民有哪些权力 以及怎么样保障和维护 这个共产党特别是高官家族利益 高于人民利益的社会太残酷了 陈云 博一波 江泽民 王振 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 答案这位网友他说 习近平不会在意决策的风险 因为风险的代价是国家 人民在承担 自己不用承担 一旦在意风险就需要权力分散 这和习近平的极权不符 习也不在意各种危机 他可以说服全党 正因为有这些内外的危机 因此才需要团结在我的周围 他在意的只有权力 David Jen这位网友他说 越是危机四伏 习近平越要极权 当别的声音关掉之后 他就越有可能出现形式误判 而后就越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了 想综合这几位网友的这个意见 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 是不是现在这个习近平 他缺乏了这些这个元老们 给他的这个意见和权力制衡之后 更有可能做出一些误判 尤其在严重重要的问题上 比如说像是台湾问题 会不会做出一些比较疯狂 或者是错误的决策呢 请教陈破空先生 过去十年多的经验都已经证明了 习近平是权力斗争的高手 但是治国理政的第一手 那么一般的原理共产党 一党专政的原理就是 一人成功全党失败 一人成功全国失败 十大名毛泽东失败不如此 现在习近平权力斗争成功了 他以为安排上他的人 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包括经济问题 中美关系什么都可以摆平 但是他没有想到 失去制衡这些问题反而不能解决 因为他的性格特点是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什么都要他排断 别人都不敢动 所以不敢动的情况下 几乎这些领导干部都成了摆设 从上到下的揽政 堕政 戴政 包括这是水灾 连那个桌州市委书记市长都失踪了 老百姓要寻找失踪的人 刚才几位网友提到这些问题 有各自有各自的角度 其中我也提到说 元老也跟习近平划清 这的确是一个有双向的问题 当习近平要排除元老的影响 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 二十大闭幕式上 把前任总书记 最高领导人胡锦涛 当场架了之后 他就不需要元老的影响 说北戴河会议不是元老来不来的问题 他是千方百脚 堵住元老 不让人家来 甚至有可能堵住刚刚卸任的 总理李克强 这些主席汪洋不参加会议 说他要一言堂 另外元老其实走的时候 也就是让你去干 包括李克强汪洋 出局就出局 让你们习派去干干吧 让你去干 看你们干出什么结果 而从二十大到现在 大半年过去了 的确看到习派是干得一塌糊涂 一地鸡毛 内政外交彻底失败 整个的失败 连一个水灾都无法打理 经济是阶级败退 习近平他忙不得去 毛泽东 他以为毛泽东就是不在乎 经济破败了 人口饿死了 文物破坏了 国际孤立了 不在乎 他以为 他以为他是毛泽东 但是时代不一样 时空背景不一样 毛泽东那个时代 的确只有世界上少数的民主国家 很多的共产党国家 很多的专制国家 毛泽东那个时候 有时代被解为所欲为 把国家要搞垮 他不负责任 但是习近平现在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 经历了互联网时代 很多人出过国 说他这一套忽悠人 根本就糊涂不了 互联网他严格的管控 但稍不注意的话 全都是反对他的声音 包括这个反共的声音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他硬比毛泽东 我因为他这个硬撑 有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如果毛泽东当时硬撑 还有所谓打天下的那种威信 习近平既没有打天下 也没有自国理政的财感 好的 最后就是靠斯大林世代 这种权力斗争 他才出来就可能会重大失败 好的 感谢陈破空先生 我再很宽念 三位网友的评论 然后就请黄庆龙理事长 来回应一下 网友余次郎他说 只有在对比之下 墙内的中国人才会知道 自己遭受了多大的痛苦 自己的国家闹水灾 敢去享乐度假的 全世界大概也只有 中共高官了 就连北韩的金三胖 都知道要表演 亲自现场指挥救灾 而中国的官员 连北韩都不如 所以他们才敢毫无预警的 挖堤坝泄洪 来淹淹这个卓州 才敢对水灾造成的人命伤亡 事而不见 中共70年的独裁统治史 你们能不能举出自己 救灾成功的一个案例啊 还有一位网友叫兰花花 他说 记得毛泰祖时期有一个说法 就是哪位做了蠢事 就会被称之为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一尊目前的所作所为 就是另类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永远都是在做蠢事 永远都是在做烂尾的事 只要此人在位啊 中国人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还有一位推特上的网友 叫国商七十年 他说这个大夏江青 北戴河的中共高层 已经没有太多的好办法了 他们可能只剩两个选项 一是推行红色恐怖 杀人断网 近身挑起战争 闭关锁国 全面的进入西朝鲜时代 二将官员的工资降至中国的中产标准 月薪三千块 建立民选纪委 征返府 还有全面取消官员 超国民待遇 官员公布财产 停止金元外交等 恢复民众的信心 这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建议 黄青龙 李市长 你怎么看我们网友的这些意见 还有究竟这个习近平 他现在究竟会不会 在各种重大问题上 包括台湾问题 做出一个疯狂错误的误判 现在中共党内还有哪些选项呢 像我们刚刚网友说的 请教您最后看法 我想刚刚第三位网友提到了 这个一些正面的期望 我想这个的确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期望 但是很不现实 因为以现在中共的一个状态 习近平领导下了中国的状态 这个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 应该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好 那我们回到一个非常大家很 这个很要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现在中国的情况是这么样子的 这个内外有这么大的挑战跟问题的话 那么一个绝对的独裁者习近平 他会不会为了转移 这个国内的焦点 做出疯狂的决策 这个很多人立刻想到是说 会不会对台湾来这个封打 我个人的判断是不会 我个人的判断不会 那我个人的判断不会 不是说他出于什么 什么两岸同胞情 都不是这一些 我跟习近平接触过好多次 我们从来都不必从这些角度来思考 那么主要的是因为 他就跟一个独裁者的 任何独裁者 尤其是极端的独裁者一样 他是把权力 看得比谁都重要 严格讲 严格讲以中共的体制 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高阶干部 他们本来在乎的就是共产党 在乎的是党而不是国家 那么习近平的话 更在乎的是出了共产党 那么更在乎的是他个人的权利 因为你共产党要先存在 他才有权利 而现在如果说他要轻易对台湾来出兵的话 他必须要看到的是他可能付出的代价跟风险有多大 那么尤其在俄乌战争之后 大家看到俄罗斯现在的处境 那么台湾跟中国大陆还割着一个海峡 而且到时候美日是不可能袖手旁观 台湾本身的武力的一个防御 应该讲说是比乌克兰平原千里的这样的状态 可能要更加的强大 所以这都不是那么简单的 也就是说习近平如果这个时候 动了这样的一个邪念的话 他另外一个脑筋应该会立刻提醒他 这可能会让你的党溃败 可能会让你万劫不复 他如果想到这一点 我想他就不会再 至少在目前来看的话 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 陈破克兴 那你怎么看刚才黄庆龙理事长所说的 当然这一次北戴河很多人说是乌云密布 所以说这习近平是危机四伏 他会不会做出一些转移注意力的这种错误的决策 尤其在对台动武的问题上 尤其又呼应到拜登总统这两天不是说吗 坏人如果碰到麻烦 是不是可能就会做出坏事 但是你怎么看刚才黄庆龙理事长的发言 黄先生讲的有他的道理 觉得他可能关注自己的权力不至于 但是习近平这个人还不能正常的理解 用正常的思维可以那么分析 但习近平这个人 他除了权力斗争利用打机器 军警特权力斗争成功之外 其他还没有一件不失败的 中共的网民都说了 一个人如果是败一件事 砸锅一件事烂尾一件事倒也罢了 但是奇怪的是每件事烂尾 每件事砸锅每件事失败 这就源于他的错误判断 他跟常人的思维不一样 他脑袋停留在60年代文革时期 他跟常人的正规理性思维也不一样 他是反过来的思维 所以对台湾他完全可以冒险 他以为通过一股而下打架台湾 他成为统一之父 他周围有一些盟室也跟他这么讲 当了统一之父才可以跟毛泽东比 认为是打下了江山 他这个头脑发热心胸膨胀 完全有可能 而且他把团派逼出局的时候 据党内的传说说法 也是他发誓只有他当政才可以拿下台湾 所以拍胸部就叫别的人走人 然后不要妨碍他来攻打台湾 认为别人都是鸽派 都是亲美派或者是亲台派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他停而走前完全有可能 而且做出误判 就跟他捆绑俄罗斯 压赌俄罗斯会打败乌克兰一样 压错了赌他也压了 他完全有可能压错赌 他以为打台湾有胜算 尤其周围人给他出收主意的时候 所以这个人停而走前还不能够小看 尤其拜登所掌握的情报 认为对他有正确的判断 坏家伙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干坏事 好的 黄冲先生 这个陈锋先生跟你有些不同看法 当然对于这个究竟习近习近习 对台湾动手的这个问题上面 很多不同看法 简单的回应一下 跟我们上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黄清隆黄理事长 就是说我觉得我非常赞同陈锋工先生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今天中共 那么经常把 尤其我看到一些小粉红 经常把今天 他的内外困境 归咎于所谓的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那么但事实上 我们一件一件 拉开来看 他对内的 不管经济 不管是社会面的问题 或者对外的部分 很多几乎都是自己找的 自己找的 所以这个要么就是体制出了问题 要么就是领导人 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要么可能两个都是问题 这一点才是应该说 尤其在中国生活的人 应该回过头来思考的 好的 非常感谢黄清隆黄理事长 还有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点评 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